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T 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港協企澳委會決定 啟動程序將這個兵球協會 踢出港協及澳委會 資助的範圍裡面 甚至要處分等等 我就說因為播錯國歌,但政府完全蓄手無策 所以他就要找這個兵球協會來開刀 然後就把他踢出去 我們有所交代,因為又出動重案組 又向Google交涉,最後也要播錯的話 究竟港協企澳委會 為什麼說兵球協會做錯呢? 他做錯了什麼呢? 如果有留意我這個頻道的朋友 他都回應了很詳盡的 你給了一條link 在這個指引裡面給了一條link 這個各個體育的總會 那條link那條超連結 按下去的時候 就是一個簡體字的中文版 那這三十五星的國歌 那是政治及內地事務局比較的 所以就要去英文 there 這兩個英文 there 就變回了它,國務院的英文版網研 找不到國歌 在兵球協會何錯之有呢? 明報找了波斯尼亞波克的冰球協會 他們澄清幾樣東西我覺得很重要 證明港協企奧委會真的找代罪羔羊 第一 波斯尼亞和克塞哥維亞就是波克 冰球協會回應明報的答覆就是 第一 處理音響的技術人員無心之失引發事件 第二 港協企奧委會去指控冰球協會 說他沒有按照指引把USB手指交給主辦當局 波克及冰球協會澄清 賽前已經收到有國歌檔案的USB手指 這個手指是來自領隊關院儀的 給了 第三 技術人員自行在YouTube搜尋 第一 第一個搜尋結果就是一個錯版 已經向警方 香港警方和中國大使館等交代 事件與港隊 即是這個冰球協會的管理層是無關 人家替你澄清了 現在你就要管治有問題 又說不回應 又要處分別人 那你對冰球協會是否公平呢 很明顯 你做了那麼多事情 完全是解決不了問題 你就要找一隻羊出來殺了它 就告訴大家是一隻羊錯 對不對 這個做法 你喜不喜歡看這個問題 可能點擊率會很低 但是我也要說 因為實在太荒謬 這個世界有權有勢的人 永遠不會錯的 那些無權無勢的人 就會把所有的鑊揹在身上 要逼他們做這件事 我昨天說過 其實受害的就是運動員 幸好香港也有些傳媒 真的找一個運動員 去訪問 整件事他們怎麼看 這才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 現在港協就啟動暫停冰球協會 會員的資格 那冰球的運動員 一位運動員接受訪問 叫顏卓朗 他說 打自己人覺得心悶 傷感 大個生氣 他接受這個電台訪問的時候 他說 是港協呢 港協佩奧委會是打自己人 出口氣 令到冰球發展是受到影響 感到深呼 我是傷感大個生氣 他說 主辦 單位 就是波斯里亞 播錯各國 令到冰協受罰 球員的努力一樣是抹殺 他說人家播錯了一首歌 就搞到我們一路的努力沒有了 我覺得很不合理 為什麼說一路的努力沒有了 真的沒有說 不說不知的 這位冰球協會 英文名叫做 Bob 顏卓朗 他接受這個商台訪問的時候 他說 開頭感到很錯愕 他說很久沒有試過 為香港拿到第三名 拿到獎牌 但是就好像變了 focus去播錯各國的問題上面 沒有什麼人去擔心球員發生什麼事 今天才會有感而發 又播錯各國嗎 全部的重點都放在這裏 真的他不說不知 因為香港的媒體完全沒有報過 又或者有報過 也好 一個篇幅很小 我們沒有留意 原來 他們拿到第三名在比賽裏面 有一個頒獎的 拿著一隻打冰球的金色的獎座給了他 他說自己比賽呢 這次的比賽呢 和其他球員意義重大 但是外界完全沒有關注 只是關注播錯各個 球員在外面經歷了什麼呢 沒有人說的 他說呢 Bob呢 就說 球隊在出發之前 十分期待 因為球隊的實力已經比以前 以前強了很多 包括多名來自中學 曾去加拿大比賽的球員 有了定競爭力 不過呢 在第二場 贏了伊朗之後呢 可能有病 開始感冒之類 或者其他的病 很多的港隊球員是咳嗽發冷 他說領隊關院而呢 是要照顧球員 又要兼顧這個兵協的會務 球員拿藥食 問問題都是問他 跟著在新加坡比賽 有七個球員 相繼病到 全隊二十個球員 乘下十三個 即是後備 受傷之類都可能換不到 僅得四名後衛 打完球 領隊要看回 藏刀落不到的人 這頭又要跟這個 國際兵球協會還會開會 所以 港頁票會指控 這個領隊 又說 不理會他們 幾個星期才應 人家在外面比賽 阿哥 有沒有那麼野蠻 真的很野蠻 他說跟著 在賽事裡面拿到第三名 這位顏卓朗 這位冰球球員 覺得很難得 很難忘 他說很瘋 他在新加坡賽事裡面 成為更有價值的球員 他說但是在新加坡比賽 上陣的球員 很多都喉嚨痛 不能呼吸 也有咳咳 咳咳到出血的情況下 仍然是落場打球的 主持人就問了 他說有消息人士說 兵球拿到第三名 不是很厲害 打來打去 都是四至六隊 拿到第三名 很容易 完全抹殺球員的努力 Bob就回應了 你自己落場打 是不是抹殺了 他們根本就不是關心 本地的運動 覺得那支旗很重要 那首歌最重要 球員拿到多明 多努力 多辛苦 完全不重要 這些就是政治掛稅的結果 萬卓亮就說 每個球員 都能夠為香港上陣感到高興 如果我們是不在意 這件事的話 我們不管贏還是輸 反正香港都不會有什麼特別標柄的成績 那打來做什麼 但是我們沒有一個球員是這麼想的 我也說了 台上三分鐘就底下十年功 你猜打一場球賽 拿到獎牌二 可能七八歲就可以訓練 一路打上去 早上五點幾鐘就起床 我認識一些運動員就是這樣 每天去操練操練操練 但最後可能都是輸 為什麼 播錯一次歌 就完全抹殺了球員的努力 那 顏塞朗就這樣說 他說 去波斯尼亞比賽 球員的女費食宿都是兵協出的 兵協出的 一旦暫停會員資格 和被政府削減賠款的時候 一定對球員 會 他的比賽一定受到影響 他說發展一定受到影響 他的球員很擔心 賠款已經不多了 外國球隊有特定的球場練習 港隊可能去一些商場 去商場的那些流冰場 他說每天之後 每天 全場練習 他擔心削減經費之後 冰球的發展一定會受到影響 訓練場地也會減少 我覺得是 鑑生捏死這個冰球運動 可能會覺得香港 阿熱帶地方反正冰球也沒有冰 說什麼冰球 你跟其他國家比較 人家真的好得 冰天雪地的時候 全天後都可以練 你不要搞這些 可能就是這樣 游泳就算了 可能是這樣 關軟儀 這個義務比書兼領隊 其實解釋了很多次 出發前已經把超連結交給主辦當局 下載到自己的手提電話 比賽場地之後 去到多次聯絡主辦方 核對 未能找到這個主辦的球員 這個主辦方的人員 我覺得感覺就是 港協企奧委會 自己這班官員 無能卸責 將這波推給兵協 然後用最嚴厲的措施 要處罰他們 將他們踢出去 暫停他們的會員資格 甚至是撥款減少 用來掩飾自己的錯 整件事我覺得就是這樣 但是更加我覺得可恥的地方就是 他們對於球員的成績 球員的艱苦訓練 球員遇到一個困難 一點都沒有看到 不單止是抹殺了他們的努力 抹殺了他們的成績 這個完全是政治掛稅的結果 以前沒有的 從來沒有發生過 今天 一切政治掛稅 就是出了這個惡果 很多 很多看的聽眾 觀眾說 取消香港隊 變成中國隊的部分 說笑就可以了 這班球員 這班運動員 你不要當運動是消閒的東西 對他們來說 可能會是一個一生的 一個事業 來的 你來到英國 你就知道 他們對於 比賽 對於運動 對於體育 那種重視的程度 對你來說 難以想像 香港人最厲害的 就是捧一下英超 但是他要下場 去比賽 或者參與其他運動 譬如這裡的女子足球 譬如這裡的板球 大家看得如癡如罪 是他們生命的一部分 看的人 玩的人 更加是 覺得是很重要的 是 這個 歷練 意志的 一種磨練 體能的挑戰 去追求極限等等 這個也是 我想香港人是想像不到的 香港人會覺得很簡單 連港協 歷奧委會 已經是 那幫人是很熱心 體育運動的 其實 一政治 放進去之後 他們就會盲了 什麼都看不到 那現在就把人來開刀 我希望大家繼續關注這件事 關注而已 你可能做不到什麼 起碼 你先知道 你不要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點是很重要的 我經常說 什麼都不知道 只顧著 做喪屍 其實就是 枉廢 你有一個腦袋 有一個腦袋 即是懂得思考 是一件很值得珍惜 和很珍貴的事 好了 我們談到這裏了 繼續支持我PATCH 繼續支持我心靜有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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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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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